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有一个新闻让我 这也不算是新闻啦 就现在这个真的新闻千奇百怪 这个是人家是在网友 在他的留言板上面 在苹果日报留言板上面 提到的一个讯息 然后这个订阅日报 他做了个整理 他就是说已婚的女同事 有个男生 他就发现说他们 因为可能就是一个服务业吧 所以过年的时间也要来排值班 来上班 那结果发现已婚女同事都预约哦 预约要除夕 抢着耶 要除夕跟初一来上班耶 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了 说要留先生一个人在家吗 说不定还有孩子在家过年吗 所以还有这个 因为这样子的讨论 引发了很多女性的网友 也跟着这个来呼应 那您的开法如何 老师 我是觉得很多的女性 其实在过年的时候 都有那个过年的恐慌症 就是说当他们一想到 就是说要回一婆家去 然后要去跟所有的这些 所谓的亲戚们相处的时候 其实是很焦虑的 对不对 因为人一多嘛 就是说人多嘴杂 再加上就是说平行的比较 垂直的比较 对不对 个个的比较 薪水的比较 感情状态的比较 那比较起来 那真的比较不完 所以很多人都要 恐过年症 所以说一看到过年要回家 他们宁可上班 都不愿意回去 去跟那些所谓 姑姑叔叔奶奶爷爷 大家一大堆的亲戚 去见面 就很焦虑 真的吗 同学们 你们这个 你看所有的人 就点头颅倒算 我们好像没有 就算你都是已婚的 OK 所以过年怎么样 不是很期待吗 还好吗 我刚刚还在想 就是说可能 没有期待吗 为什么呢 男性朋友呢 我必须要挑战一下 James呢 小Q 你们不期待过年吗 秀琳你们 喜不期待过年 还好 那那个 男士们 还好吗 还有人摇头 为什么 没有期待还是不喜欢 不期待 不期待 就把它比平常新嘛 所以也没什么好 没什么好康的了 对不对 没什么好康 可以拿的了 然后已经上班了 也没人给他们压岁钱了 相对他们还要奉献一下 要给一些碗费压 对不对 我们就有的时候 对不对 失学太多了 对而且人家说 只要上班了 就算你没结婚 都可以 都不可以收红包 都不可以收红包 对 所以他们没有什么 太大的期待跟乐趣了 对所以在这个过年的时候 好像除了小孩子 会欢天喜点之外 对对对没错 没错 为什么这样 过年的欢欣鼓舞 随着年龄下降 然后与年龄刚好成这个 年龄反比 年龄越大 对过年越无感 那钱赚的越多的呢 就要给的越多 钱赚的越少的呢 他就也许还有点期待 别人给他一点 但是可能已经赚钱了 别人也不会给他了 所以期待 期待破灭了 期待破灭 刚刚讲的比较敏感 就是说 其实就是 特别是 移婚的女同事 移婚的女性朋友了 不是女同事 移婚女性朋友 特别是在 过年的时间 都要就是 这个张罗 大会儿 吃的喝的 用的玩的 然后都是 然后特别小孩子 来一阵风 然后回家就是 很累了 还要在 张罗所有的事 然后主要是 回到婆婆家的话 你看如果你是长期 对不对 或者是你是 你是什么样子的 那个 反正就是年长的 你就得要负责 跟婆婆一起去 或者甚至帮婆婆 处理所有全家人的 张罗全家人 或者张熙 对不对 张熙就很辛苦啊 对不对 一定要嘛 你要替大家去打理 所有的一切 但我也觉得 但我也觉得也蛮开心 就是说可以真的 我是一个就是 比较好客的人 就算没有过年 没有 矮琳的这种态度 就是所有的人 都需要有的态度 就是说 看你用什么观念去想 你想说一年 难得大家团聚一次 毕竟都有一些 血缘的关系 对不对 那不管怎么样 大家放下来 就是一个年嘛 把那个年过好 吉利吉祥平和 那大家不是很欢喜吗 你积累了一肚子的气 对不对 心里带着怨 那你那个年 怎么好过呢 是是是 就正面的 对不对 一定要正面的看待 对啊 然后每年我们也都有 特别除了就是 年夜饭跟家人一起吃啦 然后我们也特别 会去拜访一些亲朋好 平常没有 然后呢 还有有一天呢 我们也特别招待很多 没有结婚的 single的朋友 朋友来家里 对玩耍一下 顺便吃吃饭 那虽然其实都是要 准备很久 但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就觉得让大家都 好像感染一些年味 没有错 没有错 其实是要这个 是要用这种想法想的 是是是 我记得有的人也会安排 特别安排 那个时间去出国了 除了是就是说 因为有廉价之外 然后也是因为 这跟要求值班 是一样的效应 很多人是因为 就是说不好意思 所以就讲说出国旅游 然后因为 如果直接要求加班 实在是太敏感了 就在亲族之间 我看很难被宽恕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 就说我旅游 对不对 那然后就反正 全家带走了 没有 有的时候不是要求 就是刚好排到你 那个我觉得没有话说 但是好像是 网络上讲的是 很多女性朋友 是主动争取 想争取 就是说在过年的时候 加班 所以就可以 理所当然的 告诉婆家说 我今年排到班了 我轮班了 那这个让婆婆听起来 或者是让一些 长辈听起来 或者是 对啊不舒服 亲戚听起来 心里面很不舒服 反而可能受到 反效果了 是是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 正面看待所有的 我觉得就是 真的是难得 对难得 就是要这样想 而且呢过年 无论如何 再怎么样心里面 都不要有不愉快 我还蛮觉得 就是说过年 是一种心情上的 一种 一种relax 一种放松 过年就是说 一定要过得好 然后心情要调整得好 然后心里要开心 就有个很好的 未来跟年份 是是是是 我还记得有一些习俗 蛮好玩的 就算是没有说真的 我不觉得 是个 也不一定要把他 看成是迷信 就是比如说 有人会喜欢家里 摆很多的 好彩头 然后 我们就把一些橘子 人家都会 有的时候会特别 把一些橘子来摆 就放在客厅里也好 或者放在玄关里头 餐厅桌上摆一个 还没有吃 就是不用放冰箱里 还有苹果 就用那些很漂亮的水果 还有香气 然后来放在一起 那我记得说 有人就是喜欢放炮竹 现在就是都会 地区就不太 鼓励放炮竹 但是我觉得可以就是 有一个增长 整体的一个氛围吧 贴贴春联 然后我还说 有人说橘子 我记得橘子皮 就是说你在跨年那段时间 就是炮竹 以前说炮竹响的时候 就是12点 11点钟开始 到这个 就是一定要熟夜 然后你就可以顺便 剥一颗橘子 然后那这个橘子 把橘子皮就 沿着你再加 这样撒一遍 从里到外撒一遍 就是橘子大吉大利 然后橘子到了 吉利到了 就这样子 然后剥 我觉得这蛮好玩的 就把它当成一个游戏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真的吗 我第一次听到 那今年我要照着做一下 对啊 反正花钱嘛 而且很有趣的 吉利荆棘 对了 对 这个有取 那个雪茵的那个 对 然后那个绿色枣子 也是那种 人家说是 粗啊 粗啊是什么意思 但我记得人家就说 粗啊 也是都是我们过年的时候 会一定要吃的水果 然后这个水果 其实也是 又好吃又好看 那会摆摄 没错 总之呢就是说 我一再地想说 这其实是我们传统了吗 是不是我觉得 我会不会太传统 我看这些年轻人都无所谓 对 他们可能 我也 我好像也没有 那个 吉子对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我还不晓得 就是说那个 但是就是说讨一些好彩头 我觉得 兴起开心就很好嘛 对不对 不管你放什么 就说你家里面觉得说 过个年有个氛围 然后放一些花 代表的花 对不对 是蛮不错的 对还有以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我现在每一年都会去花市买一把桃花哟 为什么 人家说那个 因为你有 你先生把桃花都开在家里 我记得我以前听过 就是一把 你没有一把桃花 你买一根桃花 就让你的另外一半 你就结婚了 另外一半的话 就桃花在家里 那这个我也要做今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开一枝桃花 开一枝桃花 桃花都开尽在家里 万一就不会出事了 对 这是福建兴知啊 我买的也很漂亮 就是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